就这四周都是灰蒙蒙的 挺冷的 然后看现在几度 现在是户外是4度左右 大家可以看看这太阳 想说抽根烟呢 卧槽 这打火机今儿打不着了 防风了 北京这鬼天气只能用防风打火机 哎呦 这里有一只流浪猫 咪咪 两只呢 会合呢 这户外就没法待 我现在把照相机现在缠在这个 用这个下面这个八爪鱼缠在这个树枝上 哇 他现在我站着 这手在外面根本就拿不住这个摄像机 真的是太冷了 相比来说 我觉得咱晒气候还真是不错 冬天不是很冷 到了北京之后有那么几年 我一直说 现在穿这个衣服的保暖程度 已经比原来要好太多太多了 我简直很难想象原来念书的时候 是怎么熬过去冬季的 在宜山中学租着民房住的时候 玻璃也都是单层的 然后八面漏风 我就一直想不通 后来从北京往返 咱们这老家次数多了之后 突然有一次我就明显的感觉到 哇塞 原来是咱陕西的气候本身就不是很冷 我记得有一年 我跟咱们彭大大年初一晚上 我们两人一人骑了一山地车 然后好像里面就穿了一件T恤 然后外面穿了牛仔服 也没觉得特别冷 你要是北京的话 那肯定一下就给你干听了 风也特别大 我现在没办法监听 我咱们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可以确定 肯定是风噪特别大 因为现在这风哗哗哗的 我现在脸上都没有温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它缠的树枝上的 这样的话录制起来 它这个视角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八爪鱼原版的话 大约有400多块钱 国内这种山寨的话才几十块钱 我现在把相机通过这个八爪鱼散游架 是放在这个地面上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八爪鱼的这个灵活性 不像这种传统的散游架的话 你总得不停的去调节上面的 这么一个云台 这个八爪鱼的话 你通过调节每个杆这个倾斜度 让相机保持任意一个你想要的 这个角度 当然指的是大部分角度 索尼的这只黑卡相机 最大的优势就是小小巧 特别小 特别方便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它太小了 以至于上面的按键 摸起来是特别特别费劲 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养着狗 但是确实是养狗 在城市里面会比较费劲 我就在这个位置留狗 这是小区最脚上的一个位置 一般情况是没有人来这个位置的 所以说二人加上我的狗比较小嘛 就是带过来之后在这边溜一会儿 还是挺方便的 也不会给别人造成太大的干扰 今天因为我用的是一只索尼的录音笔 然后采集声音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即便离的摄像机特别远 这个声音也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它采集声音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距离 就是现在它这个距离始终离我嘴 基本上就是十几厘米的一个样子 这个麦克风就在这儿 然后最终我把它带回到电脑前之后 把它的音频和视频已经同步一下 这样的话整个拍摄的过程中自由度就高了很多 这个麦克风它的待机时间是特别长的 本身是内置这种锂电池的 充满电之后可以工作 应该20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开始录制视频的时候 录音笔打开之后我不去关闭它了 但是这个视频因为发热存储的问题 它的文件比较大 不录制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了 视频文件它是断断续续留好多 但音频文件它只是一个音轨 然后我就回到电脑前对齐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 国外的好多这种拍Vlog的这种大V的 都是用这种基顶麦克风 他们有的人用的那个相机特别特别大 Pit McNein他用的是一个EDX 那个是超级大的一个专业相机 著名的这个Cancy Nest 他用的是一个佳能的80D EDX是一个全画80D它是一个捷幅 画质都会比我现在手里面用的这个索尼的黑卡 这个黑卡它只是一个一英寸底的一个相机 都会比这个画质要好很多 大家如果有这个关于这个这个器材方面呢 大家有什么可以问我 算了我现在去那个去车库里面待会儿 那里面会稍微暖和一点 这里面确实是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今天是工作日 因为这个地库里面车也不是很多 大家都出去上班去了 这个关于Vlog的这个拍摄啊 有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能够克服自己的这种心理障碍啊 因为你想想在这个人多的地方你拿类似自拍杆的东西 你不听得去说话 然后看着就特别特别奇怪 心里面多少会有点不自在啊 所以说这个需要一个适应啊 熟悉它 其实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国外好多大V都在说这件事情 和你的这个黑卡电池就很一般 再加上天冷这个续航能力就是大大折扣 但是还好的支持充电宝 在直接拍摄的时候就可以连接上一个充电宝的话 这样的话 只要你机器不发生过热的情况 你就可以适中进行这种拍摄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要使用的这个录音笔 索尼的录音笔 它特别特别的小巧 然后后面有一个夹子夹在零刻的这种效果 特别特别方便 好嘞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